下载iTalk BBTV App 观看更多精彩视频 昨天乔治弗洛伊德的葬礼于德克萨斯州休斯敦举行 尽管参加葬礼的只有弗洛伊德的家人、朋友和同学 用来缅怀弗洛伊德在休斯敦长大并度过一生的时间 而举办了私人活动 但当天现场却有500名来宾 其中有一半是公众来表示敬意 葬礼上播放了一部短片描绘了弗洛伊德一生及亲友们的艾斯 还有他去世后的全球抗议活动 休斯敦市长希尔维斯特特纳宣布 6月9日为该世的乔治弗洛伊德日 并且说道 我们很荣幸 因为当他最后一次呼吸时 我们其余人现在都可以呼吸了 而在葬礼上播放的预先录制的视频中 前副总统乔拜登向弗洛伊德的家人致以慰问 并且在葬礼前面见了弗洛伊德的家人 在葬礼进行的前一天 休斯敦的同一家非洲裔美国教堂 组织了一次对弗洛伊德的公众观赏活动 共有6300多人向此致敬 可能弗洛伊德一辈子都没有想到过 自己的葬礼是如此的盛大 自己似乎成为了民族英雄 而葬礼结束后的一天 弗洛伊德的哥哥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 要求进行警察改革 而各地的游行组织 也并没有因为弗洛伊德葬礼的结束而结束 游行仍然在各地盛行 除了Black Lives Matter的标语以外 Defund the Police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此前 米尼阿普里斯的市长 扎克福瑞被游行队伍callout 要求停止资助警察部门 而这一要求被扎克福瑞给拒绝了 于是被虚声护送回家 那到底Defund the Police是什么意思呢 既优胜者提出要政府停止资助 和废除警察部门的要求 他们认为 政府预算和公共支出 应优先考虑公民的住房 就业 社区卫生 教育和其他民生问题 政府应该调动资金 让社会大部分居民安居乐业 社会才能得以安定 而不是底层人民没有工作 没有收入 就像弗洛伊德一样 不得已使用假币来维持生活 或从事别的犯罪行为 然后政府再拨还给警察部门 来捉拿这些人 维护社会安定 并且将这些人送入监狱后 政府还要拨款来养这些人 其实抗议者提出的这一建议 也不是毫无根据 数据显示 在过去的40年中 美国的治安成本增加了两倍 现在每年已经达到的 1,150亿美元 犯罪率持续下降的同时 治安成本却在稳定的增长 在大多数城市中 用于警力的支出 远远大于用于服务 和其他部门的支出 例如洛杉矶2019年 用于警力的支出为18亿美元 是该市其他城市建设基金的一半以上 而2020年以来 因为口外的耐听的影响 各大城市和州大幅削减教育 青年计划 艺术和文化 公园图书馆 住房服务等方面的预算 而近来上涨的暴乱 游行等事件 不得不让各大城市保持 或增加了警力的预算 那么面对这个提议 各地政府的type是如何呢 多山基市长说 他希望从警察局削减 多达1.5亿美元 而两天前 这位市长刚刚将城市预算 提高了7% 纽约一名议员 呼吁从纽约警察局 撤资10亿美元 在费城 巴尔蒂摩 华盛顿特区 旧金山和其他城市 当地决策者表示 支持某种形式的退款 或反对增加警察预算 而此前被cow out的 明尼亚波利斯市长 和市议会议员们 讨论了彻底解散 陷入困境的警察部门的可能性 大学 公立学校系统 博物馆和其他机构 也正在从警察手中撤资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 与他的死对头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竟在这件事上达成了共识 表态称 不支持给警察部门撤资 特朗普还夸赞犯罪率 降到最低点 与警察的努力有关 并强调 99%的警察都是好人 小明觉得特朗普 这句话倒是大实话 因为一些警察的暴力执法行为 现在将整个警察系统 放在了公众对立面的位置 要知道 警察扮演着保护社会稳定 保护人民财产安全的角色 他们每天面对的 需要逮捕的 不只是像弗洛伊德这样 手无寸蝶 只是花了20美金假钞的人 还有很多手持枪械 暴力犯罪的人 更有很多贩卖毒品 贩卖人口的亡命图 如果解散了警察局 到底是正义得到了声张 还是犯罪得到了示范呢 在全世界都在高呼 Black Lives Matter的时候 小编认为应该有 Blue Lives Matter的声音 站出来 因为警察才是用生命 来保护我们的群体 此下游行 很多警察用下跪 来表达对弗洛伊德的歉意 还有更魔幻的 在北卡罗南亚州的卡瑞士 白人警察和社区会员们 通过给黑人洗脚的方式 来进行忏悔 表达谦卑和爱 小编认为 还是减少形式主义 少点作秀 抗议者多提一点建设性的要求 政府多研究制定一些切实可行的 整改行政令 才能使得社会变得更好 就如国会里的民主党议员 前不久提出的一项立法 旨在防止警察过度使用武力的事情 再次发生 并且更容易识别追踪 和起诉警察的不当行为 这项议案如果能够通过 则会切实有效地降低警察 暴力执法的概率和力度 使普通群众在警察合理的执法下 得到更大的保障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